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产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按赞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股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1.0 欢迎到陈一群分析师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官掌握稿 问您先请教玉琳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昨天外资的空单一度来到了5万口 我昨天告诉大家 大跌大买的策略没有改变 你昨天进场买股票了 我买股票 你可以发现我昨天买股票的过程里面 今天的股票形成了大涨半根涨停班以上 这个也叫做相信看见大涨涨停就是你的 然而在11月15号之后 要开启做梦行情 集团作战行情 红包行情 我说过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你都没有赚到钱的人没关系 重点来了是第四季 第四季的行情上涨的几率 是高达了90%以上 那你要跟着最会反市场操作的1.0 赢在旗跑点 很多人都在问AI的个股该如何去掌握到节奏 尤其这个礼拜四鸿海要召开法说 那老AI的广达甚至伪创买点该如何事先来去做布局 而这一波的金宝 昨天我还事先告诉大家 来到了月线的支撑 它形成了买点 你买了吗 我买了 我带领我们的家人第一时间来去做买进今天的金宝 大涨半根涨停班以上 那今天的震威呢 在下方的多方缺口震荡游手之际形成了大涨 明天的震威有一件大事 也就是在11月4号 也就是在新北市的部分 有一个就是叫AI算力中心的开启 那今天有一个全新的族群 但是这个全新的族群 我早在两天之前公开的来告诉大家 那如果你的老师现在还在BBBBU开始的话 那就是落伍咯 因为AI加BBU 新胜利顺达在宫之外 一点点会带你掌握到隐藏版的下一档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重要 务必全程看到完 那当然呢 今天的一个金宝 再度的转强在宫之后 集团加持的个股 我认为红准 特别去留意到 尤其下方的一个关键红K支撑 有手的低阶机会 而郑威在多方缺口 有手之际 形成了换手之后的再攻 而伟创 伟创呢 八九月 董事长林宪明在低档 百元以下来去做布局之外 今天的伟创 直接去回补 昨天的向下跳空缺口 而欣欣注意一下 上方的年线 他一定一定会去做突破 所以这一波179绝对不是他的高点 所以富美的一个个股 今天的神达再创高 但是我特别提醒一下 神达毕竟短线已经涨了将近三天以上 有一句话 三天以上散户不请自来 所以今天的神达正乖离过大的过程当中 你短线可以急涨 现在在卖方 而紧接着要看一下 低位阶补掌的神准 以及光宝科 那你要去想这一波 我们去如何去复制这一波的金宝 这一波的红准 这一波的正威起掌的效益 所以我说 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你看到一点的节目开始 那说实在的 一点零呢 今天很开心 因为我们林家族的家人 持股至少都是大涨的 所以周三的大礼包 如何加赖来领取 那你要知道 集团作杖的女王 就要跟着一点的节奏 为什么我能够掌握到金宝 为什么我能够掌握到 正威起掌的转折 而今天的BBU 除了新胜利之外 还有一档隐藏版的黑马股 该如何来去做掌握 而赴美设厂的相关个股 来 除了神达之外 神达注意一下 短线正乖离过大的过程当中 可以起掌先站在卖方 所以你掌握到一点的盘中指令 你不会追高 而且你会先把最好赚的利润 放在口袋当中 这个就叫做 相信看见大赚涨停就是你的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是 这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半首播 既然是首播 一点你会有全新的议题 尤其现阶段的美国科技巨头 都在持续的撒钱 扩AI 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期开始流入到低基期的BBU相关的个股 而美超为转单的受惠股 你要提前来去做掌握 该如何来去做留意 记得一点的YT频道 订阅 按赞跟分享 这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半首播 哪些好的公司可以从产业的角度 提前来去做掌握 还没有订阅 还没有按赞 还没有分享的好朋友们 记得订阅 按赞跟分享 那说实在的 周三一点你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因为我昨天大跌大买的策略 你昨天看了很多老师 很多老师告诉你风险要提高 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不跟着我大跌大买 你第四季如何逆转胜 所以为什么集团作战的个股 你一定要来找1.0 就像这一波的金宝 就像这一波的震威 甚至这一波的CP 这BBU的相关的领头羊 新胜利之外 谁是你提前掌握到的重点 周三大礼包 如何加来来的去 都会在1.0的 小老鼠OK一切八八 小老鼠OK一切八八当中 好 那我们先来聊聊 这一档凋地金宝 昨天拉回来 而且连四黑K 形成缩量 你站在哪一方 我站在买方 而我是不是这么说 我是不是这么做 来 请你看关键精彩的VCR 这一波的金宝 连四黑K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越线游手就要采取 震荡低阶的布局持路 震荡低阶的布局持路 亲爱的好朋友们 今天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特别私讯给1.0说 1.0你好棒棒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昨天在指数重挫 台股大跌的过程当中 我带领家人在金宝 来到了月线的支撑 连四黑的过程当中 低阶布局满进 今天的丁金宝盘中是大涨将近快 7%以上的幅度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叫做相信看见大赚掌银就是你的 我不是伺候马后炮的人 我是带着我们的家人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低时间来去做卡位 我们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可以帮我做见证 而这一波的金宝 今天换手之后的载工 来到了一个逼近前高的部分 但是以短线的角度来看 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当冲隔日冲的一个筹码的变化 所以我们也在第一时间 帮大家掌握到金宝第一时间的好买店 记不记得 当金宝还在右下角低机器 没有人发现它的时候 1.0就第一时间在东升的盘中连线 率先的帮大家来去做掌握 那为什么2000多档标的当中 我能够找到金宝 第一个金宝还有AI伺服器 它有低轨卫星 以及灰达GB200相关的供应链 更重要是它越K线打出了大底之口 我们当然在第一时间来去做布局 而且我们也敢在月线关卡支撑 有手之计来去做加码买进 这个就叫做相信看见大赚涨停 就是你的 那然而除了金宝之外 你要特别去留意到 金宝的集团 也就是新金宝集团 有一支股票 今天不是让你追价买的 那什么样子的股票呢 就是人宝 今天的人宝逼近钱高 但是每一次它只要遇到钱高 都有当冲隔日冲的一个卖压出现 所以这个位置点的人宝 你可以折击的获利卖出 等到缩量整理支撑有手之计 再来去做一个第一阶布局 所以这里也叫做一档赞玩再赚一档 那当然呢 1.0加入1.0的Liteite 只要粉丝人数超过三万两千人 1.0就会独家分享1.0大标股喔 记得团结力量大 支持一点的Liteit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这一波的星星 你不要看星星这个位置 星星喔 它的股性比较慢 但是它会慢慢涨 金金涨 涨不停 就像呢 这一波的一个呢 星星1.0的帮大家 掌握到右下角的第一期期 我还特别说 你第四季布局 拿到第一季 甚至明年的第二季来看 这一波的星星 你都会有很好的利润 为什么 因为它也算是GP200 相关的主要供应链 那当然在星星 右下角第一期期的过程当中 我还特别说了 稳健型的好朋友们 这个位置点 你可以大胆来去做买进 而这一波的星星 我们在右下角转强的位置点 来帮我们家人 来去破局之坏 紧接着星星 该如何去掌握到节奏 该如何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赞得更开心 记得加入1.0 唯一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1788 那除了呢 星星之外呢 特别去留意到 正威 今天的正威 是不是好威呢 说实在的 买进正威 真的好威 1.060秒 小影片 你一定要看 那你还没有订阅 还没有按赞 还没有分享的好朋友们 记得订阅 按赞跟分享 那当然我们在第一时间 掌握到正威的转折 我们也掌握到正威的旗长 明天呢 他的AI算力 国内的最大AI算力的部分 要来去做一个开启 那当然在优威AI 绿能超算中心的部分 持股比例 正威是41% 升威能源是10% 优必达是49% 而这个部分呢 将会是国内最大的AI运算中心 而AI它必须是 有一个算力的部分 而目前的一个正威呢 周K线级别 打出了有效的单锤打装 周KD又在20以上 形成的金叉向上 所以当它出现了 第一时间转强讯号的时候 我就带你我们家人 来去做布局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一波的正威 形成了换手之后的载工 而这一波的正威 哪里是你再度上车的关键 记得加入一点的Lite 小老鼠OK 1788 那我也说过 超威同板股就是正威 那很多人猜到 也很多人没有猜到 那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接下来正威第二的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一点的Lite 那我也说过 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开始 尤其股票 我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打出了底型 短线上涨的幅度 将近有两成至三成以上利润 而且底部进场不影眼来 今天前五名打电话进来 好朋友们 一点点带着你掌握在 旗上的位置点 赶快把握住名额 跟着我第一时间 来去做卡位 那我也说过 在这一波 昨天大家人心惶惶的时候 我给大家信心 我说大跌大买的策略 不变的过程当中 我告诉大家 这一波 如果真的有机会来到了季线 我真的会叫我们的家人 全力大卖 那当然这一波 尤其九月份 当指数重挫的签点 你的老师看图说故事 就像昨天有好多老师 看图说故事 告诉你这一波外资空单 来到了五万口 你必须要提高警觉 这个不是废话吗 这个不是看图说故事的话吗 谁能够在危机当中 帮你掌握到转机 这一点你就是必须要找对人 选对股 所以我昨天 在急杀的过程当中 我是带领我们家人 去买进股票的 我们的林家族家人 可以帮我做见证 那当然如果你看不懂行情 你总是追高杀低的好朋友们 一点的盘前抢先报 你一定一定要去做加入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 周三大礼包 如何加大来临取 我既然能够掌握到 集团作帐的效应 金宝跟正威之外 谁是接下来接棒的力道 而BBU的领头羊之一的新胜利 还有谁是黑马股 周三大礼包 记得加大来来临取 那当然八字头的台积电 我带你我们家人 来去做一个布局 那很多人都在问 这波的台积电 1100拉回震荡下跌 我告诉大家 拉回震荡下跌 是让空手的人 有闲置资金的人 可以报长线的人 分批低阶布局的机会 就从60分钟级别的角度来看 我跟大家讲 因为这一波的外资空单 逼近将近5万口 所以外资的控盘工具 当然以台积电为首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是昨天台积电 留下的向下跳空缺口 它会被回补 我没有任何模拟两可的话 所以如果你有闲置资金 可以拿长一点的话 我认为台积电 来到这个点位 你特别来去做关注 什么样子的点位 记得私讯给1.0 2317的鸿海 明天要召开法说 而鸿海 接下来你该如何来去做上车 甚至这一波的广达 该如何来去做分批低阶的布局 还有伪创 真的很强 因为董作林谢明 在89月百元以下 来去做震荡低阶布局的同时 接下来伪创的加码买点 又该如何提前掌握 甚至音乐达 这一波的音乐达 短线转强的讯号 又该如何提前来去做布局 甚至技嘉 这一波的技嘉 它修正正乖离之后的买点又在哪里 而这一波的2454的一个联发科 它比较弱一点 但是在弱的同时 它有转强的讯号 如何去掌握到它转强的讯号 记得加入一点的Lit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当然AI的操作策略 来注意一下 很多人都在问 如何去掌握到鸿海 如何去掌握到 广达伪创技嘉的 低阶布局的支户 那尤其今天的神达 正乖离过大的过程当中 记得先站在卖方 如果你是做短线的人 那如果你喜欢做波段的话 以大量低点来当作是多方的防守 而这一份的老AI 新AI的操作策略的关键密码 如何取得 如何掌握 都会在一点的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第四季都是台股最好赚的行情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掌握到台积电八次都还满一点 那紧接着台积电 只要来到了这个点位 我还会再度加码布局 而鸿海法人的目标价 又该如何来去做掌握 周三的大礼包 如何加带来领取 集团作诈 我帮大家掌握到金宝以及正威 BBU相关的领头羊 帮大家掌握到新胜利 紧接着周三大礼包 记得加入你的Lite 小老鼠OK1788 来去做第一时间的掌握 那我也说过新胜利 来 很多老师今天是后知后觉 才跟你讲新胜利 今天才讲的老师 真的应该打屁股 打屁股 为什么 因为新胜利的发动点 是在两天之前 两天之前 一点你就录制了60秒的小影音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 如果你有锁定一点的节目的话 我就在新胜利转强的当天 第一时间来帮大家来去做掌握 而我是如何说 我是如何做 来请你看关键精彩的VCR 这一波的康璇 来到年线附近形成的转折 今天的康璇形成亮灯的一个走势 那顺达的部分 注意下多缺不补的震荡低阶机会 新胜利在大量低点游手之够 来去做偏多操作 来去做偏多操作 亲爱的好朋友们 就在两天之前 我在我的节目上面 事先来去做掌握 那你可以发现到 这一波的新胜利 为什么我能够选到它 因为这一波 AI它加持BBU的商机 尤其在不断念电池备源系统的升温 而且在伺服器BBU 出货持续放量的过程当中 再来看一下 它的周K线 打出了漂亮的圆弧底琴 周KD又在50以上 形成的金叉向上 所以当然在第一时间 来去做切入 第一时间来去做满进 除了新胜利之外 今天的BBU 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销体 而AIBBU相关的社会的个股 除了新胜利之外 你还有谁能够提前来去做掌握 记得加入一点的Lite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我也说过 跟上一点的节奏 你就能够掌握到 集团轮动的效益 就像这一波的鸿海 鸿海明天召开法说 是买点还是卖点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 什么样子的关键点位 我还会再加码布局 因为在上方来到了前高 我有把我的加码单获利卖出 卖掉鸿海不是不看好 而是我准备 把我高出的资金 准备再度低接布局 所以从60秒的一个 60分K的一个动作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当你的老师看不懂 鸿海的转折的时候 我却带领我们家人 第一时间来去做掌握 甚至三月份 当鸿海刚刚起掌的时候 我还斩钉截铁 事先告知鸿海出现了转折 因为这一次的鸿海 它加入了GP200最大的供应商 而且在NVL72的加持下 EPS获利都能够持续增长 那如果从戴维斯双集的 爆发力量来看 再加上越K线 带量突破了下降压力线 那我问大家 紧接着鸿海法人该如何看 接下来哪里可以 让你上车的关键 只要鸿海再度回到这个位置点 我还会再度加码来去做买进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鸿海的上车机会 以及鸿海目标价的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一点的Light 来问最懂台积电 鸿海操作的1.0 所以我才会说 AI的实战操作策略 你必须要买对个股 选对时间 你才能够赚到最好段的利润 无论你有鸿海 有广达 有伪创跟技嘉的人 今天的神达 正乖离过大 你可以急掌站在卖方 这一张的一个 AI的操作思路 我会放在Light的首页 小老鼠OK188 小老鼠OK188当中 那我也说过 红转的这一档标的 其实当它发动了第一根的时候 我们就带领我们家人 来去做布局 而这一波它除了切入到 GB200散热的供应链之外 在红家军集团的加持之下 就有机会去掌握到 GB300的散热商机 所以从越K线级别的角度 打出了长线的大底 而且右底还出量 越KD 又在50以上形成的金叉项上 当然第一时间来去做切入 当然第一时间来去做买进 当然来到了百元关卡 也就来到99 形成的震荡拉回来 但是我认为拉回来 你都要逢低来去做多 因为在高档震荡之际 换手越久 接下来它的爆发力量越强 所以我才会说 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开始 而且我也特别帮大家 准备了股票 这一档标的 打出了底心 而且短线上涨利润将近有两成至三成以上 底部进场 不赢也难 尤其今天前五名打电话进来 好朋友们 再跟在一点的身边 来去做第一时间卡位进场的布局 等你赶紧抢先名额 跟我第一时间来去做卡位 那很多人都在问 这一波的行情该如何去踩对节奏 一点的盘前抢先报 你务必务必要去做掌握 虽然今天行情是拉回来的 但是我认为中小型的个股开始有直稳的现象 所以周三的大礼包 如何加大来进群群 都会在一点的小老鼠OK1788当中 然而第四季都是台股最好战的行情 所以我们在八字头掌握到台积电的好买点 而台积电紧接着哪里还能够去做关注 今明两年的获利预估 以及本益笔的河流图来去做看待 假设台积电来到这个位置点 你要勇敢的来去做买进 那当然除了台积电之外 AI的操作思路该如何事先来去做掌握 那这份马赛克的资料 我也会放在Light的首页 那从这一次的一个行情里面 BBU的相关的个股 除了一点你帮大家掌握到新胜利之外 顺达的这档标的 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帮大家提前来去做掌握 而这一波的顺达在换手之后 再攻之后 今天又再度的亮灯攻上掌停板 这个也叫做相信看见大战掌停就是你的 而这一波的光宝科 在右下角第一机器 别忘了 光宝科也算是赴美设厂的受惠个股 而你买在右下角的第一机器 你可以形成了一个买进的一个目标 那当然这个位置点 一定要跟在一点身边来去做一个掌握 甚至这一波的神准 还有赴美设厂的概念 这一波打出了底型之垢 遇到了年限不要去做过度追跤的动作 反而压回来跟上一点零布局的机会 那这一波的神达正乖力过大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先站在卖方 等到缩量震荡 有手之急 再来去做低接 所以我帮大家掌握到第一时间 红转的转折 以及正微的发动点位 还有右下角第一机器的一个星星 那当然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 你看到一点点开始 股票我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打错底型 短线上涨的几率将近有两成 至三成以上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底部进场 你不赢也难 而且我昨天在大跌大买的过程当中 带给我们家人来去做布局 而今天你只要在Lite当中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底部进场 不赢也难 邀请你第一时间来去做进场卡位 前5名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带着你卡位在起掌的标的 短线上涨的幅度将近有两成至三成以上 跟在一天的身边 提前卡位 底部进场 不赢也难 前5名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再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惠给你 好 那么更多操车的监管 后来继续在请玉玉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谷虚点 我们这把时间叫玉玉老师 亲爱好朋友们 今天是周三 所以周三大礼包 记得加来来领取 我既然能够掌握到集团做账的金宝 以及正威 我就能够掌握到扩散的效应 我帮大家掌握到新胜利 紧接着谁是黑马的标的 记得加入点赞 小老鼠OK1788 那当然这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半首播 尤其科技巨口持续撒钱的过程当中 哪些是受费的个股 记得还没有订阅按赞分享的好朋友们 记得订阅按赞跟分享 那当然AI的操作思路 记得加入点赞 小老鼠OK1788 新胜利帮大家掌握到转折 今天形成了一个大涨的一个态势 甚至顺达的部分也形成了N字形转折 载工的一个标的 而康苏的部分特别去留意到 今天的大量低点游手 就可以采取震荡低阶的一个布局思路 跟上一点的一个布局 你可以发现到帮你掌握到红准 形成了一个起掌的关键 而且正威的部分 帮大家掌握到低时间买点 而且在星星的右下角低气息 帮大家低时间来去做掌握 所以我才会说520的翻倍计划 帮大家准备好股票 尤其打出了底型 转线上涨几率将近有三成至五成以上 尤其底部警察跟着我顾影眼来 今天前五名打电话 竟然好朋友们带着你底部警察 赶紧把握住名额了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请观看我们来本公司 所推荐分析之后 有加证券 我们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最好仅供参考 投资要主力判断 省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可以助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产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 按赞 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普资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